不管是政治纷扰 绿潮扩大 还是国内诈骗手法日益猖獗 对大部分民众来说 最能让他们感同身受的 无疑是通货膨胀 因为吃的 用的 穿的都越来越贵 因此贵这个字就成了 今年的马来西亚年度汉字 第一次中选就让许多人产生共鸣 大马年度汉字工委会主席 那都吴恒灿认为 这个字除了表达人们的心声 也给执政者一个警惕 我现在的所在之处 就是在华总大厦 那么待会儿这个年度汉字 就会揭晓了 那今年的十个候选字 分别就是 昌 安 稳 米 贵 缺 绿 炸 乱 南 那在这之前 民众的心目中的年度汉字 又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去找答案 应该是贵哦 大片都在炸 我心目中的汉字是贵啊 因为我觉得 这一次的经济不是很好 我心目中的年度汉字是贵 一般上市场啊 跟大众感觉到今年什么东西就贵 2023马来西亚年度汉字贵 是的那刚刚出炉的年度汉字呢 不出所料就是贵这个字 而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的年度汉字是长 由此可见 人民的生活都离不开柴米油盐 酱醋茶 加上现在马壁疲弱 或许政府是时候重视这个课题 寄出更多措施 来应对百物价格都很贵的情况 今年主办方在揭晓仪式上 可以看出花了很多心思 尤其特别邀请本地著名歌手 有地献唱 你要小心保护你的心 这首歌时 歌词里头有给予一些提示 另外还以扯铃表演 配合大荧幕上的一撇一画 让年度汉字逐渐明朗化 2023大马年度汉字 从11月5号开始到26号 通过官网投票平台 开放给公众投票 一共进行22天 共接获5423张票 贵字虽然第一次入选为 我国年度汉字 但却以32.64%的得票率重选 而投选这个字的年龄层 主要介于33到52岁 马来西亚年度汉字 工委会主席拿督吴恒灿表示 人们之所以投选贵字 是因为感觉到 今年的生活不容易 想要借此表达心声 他同时也认为 这个字可以给当今的执政者 一个警惕 所以这个字就体现出给当政者 必须要注意这个字所带来的含义 就是说今年制造 把马来西亚变成一个 就是多做一些投资 让外资来投资 把经济做大 让人们在生活 这个经济的发展中 大家得利 大家收入多 那么物价今年把它压低 让人们安居乐业 至于华总会长 丹丝丽吴天权则认为 这个新的年度汉字 无形中影响着 我们美丽的国家 社会 企业 家庭 甚至个人 也带给大家很大的压力 为此他希望政府 能够多体恤基层人民 比如提供补贴 津贴和援助金 吴天权也不忘提醒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必须要精打细算 亮露而出 否则将会得不偿失 马星社电视 李星宜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